今天的主題竟然是 棒球 棒球超難的喔 但是小林是棒球的內行人 所以我們今天要訪問小林 開麥開麥 小林 小林現身 真的耶 巴丁真的替他準備麥克風 為什麼我知道小林是棒球的行家 各位知道嗎 有一次應該很久以前 一兩年前我走進news酒吧 要來錄鄭麗文小姐的節目 但是當然都被小林欺負嘛 沒有來過電台 所以進了錄音室就經常被她欺負 結果我一出去啊 應該是有加入一集吧 我一出去竟然小林在看那個MLB的棒球 但是不是轉播喔 各位你知道她在看什麼嗎 我以為只有我會做的事情 不過一定很多人做了 她在跟我做過的一樣的事情 看著MLB的官網上面 那種球投出來可以知道投到哪裡 然後是什麼球種 球數多少 也就是說看著類似紀錄的東西在想比賽 這種事我常做 甚至還有一種事情 是比賽已經完了 看著紀錄表 我們的報紙通常都沒有那個 日本的報紙 日本的體育報紙一定有那個 只要看到一個表 就知道第一棒到第九棒是誰 投手換過誰 然後哪個位置換過誰 然後123456789 小林在點頭她就知道 一是投手 二是捕手 三是一壘手 四壘 二壘啊 對啊 好 五 三壘啊 六 猶疾啊 厲害 七八九 厲害 小林出生了你看 她為了要 她為了讓大家知道小林真的會棒球 所以她就看著那個沒有真人的 虛擬的畫面 在享受著她的大聯盟棒球比賽 這種事我也常做 以前留學的時候在研究室又不能看電視 所以單單看著紀錄 自己就已經很高興 不過棒球是 確實是這樣 不懂的人或者是 中國人不太看棒球或看不懂 不過他們又看足球 相反的是我們看不太懂足球 我們的足球 足球的規則很簡單 但是非常多的台灣人 不曉得月位是什麼 但是棒球的規則非常難喔 超難的喔 不知道的人永遠不會知道 說明明已經踩上本壘 但是得那一分不算喔 非常多的時候 譬如說雙殺 甚至三殺 的時候 踩回本壘已經很久了 結果那一分怎麼樣都沒辦法算 然後有的高飛球接到了 竟然拋著可以跑也可以得分 有時候再多的高飛球界外都沒用 然後呢一個投手呢 一局可以三陣六個人 這小鈴鐺人知道啊 對不對 十個也可以啊 在紀錄上對不對 但是但是都叫三陣啊 也就是說那個投手只解決了三個人 但是他三陣了四個人有可能的意思 野貌英雄就是這一類的人 他曾經一場球投過十六次保送 另外又投了十六次的三陣 所以經常是保送三個人之後再三陣三個人 或者是處理掉兩個人 然後保送三個人 然後再三陣一個人 這樣的投手 年紀跟我一樣 1968年生的 他是八月生處女座 我是一月生摩羯座的樣子 雖然不曉得星座的後面的意義是什麼 不過因為年紀跟我一樣啊 然後他離開日本的時間是1995年 就跟我剛剛講的 日本的人才大量的往外移的時候 是泡沫經濟瓦解之後 那他是第一個 是跟日本人鬧翻了之後才離開日本 所以他回日本的話 他的 如果要繼續當當球員的話 他的權力 人生買賣 他的權力仍然是在禁鐵隊上面 但是禁鐵隊已經不見了 禁鐵已經跟歐利士合併 所以現在他的球員身份的保有權 應該是在歐利士上面 如果法上面的推端沒有錯的話 是這件事 他今天要稍微跟鈴木伊朗對比一下 小林你喜歡哪一個 野貓 真的跟我一樣 我跟妳講一件事 現在已經9點32分09秒 但是都沒有人叫我要進廣告了 好吧 下課一下 進廣告 我們全部要講野貓英雄 因為小林 也說野貓英雄比較有意思 完全堅持自己的想法的那種人 所以基本上不是日本人 他從高中要進入 他高中的球隊因為成績不好 所以一開始確實是 並不是順利的那邊 國中畢業的時候要去考高中的學校 考高中的棒球隊的意思 所有的有名的會進甲子園的球隊 沒有人要他 但是後來變成野貓 所以這件事情也很奇特 所以高中的教練們沒有眼睛 球探們沒有眼睛 所以高中的末期沒有打過甲子園 林木一郎就有 還是投手 所以進了新日鐵 進了一家鋼鐵工廠 但是有棒球隊 在裡面才稍微紅起來 才紅起來 也打了1988年的首爾 那時候應該還叫漢城 漢城奧運 得到銀牌 我們國內很多棒球選手 也跟他對戰過才對 你會想起誰了 我不太知道 不過本來在日本的棒球界 最有名的台灣人 當然是郭太元 毫無疑問 是郭太元 二郭一壯 小林知道嗎 二郭一壯是誰 來 複習一下 郭太元 郭源志 莊勝雄 厲害 但是年紀比較大的是郭源志 郭太元最有名 最有名 真的 東方特快車 曾經投過日本的球數的紀錄 一百五十六還是一百七吧 當初 一百五十八 小林比我那樣多了 一百五十八公里 那個就沒有人打得到的 郭太元 在日本的西武隊的時候 他做人一定非常好 所以跟當時的非常多的球員 現在都已經當教練監督的人 關係都非常好 所以他也 現在是在日本嗎 我不太知道 郭太元 然後後來 後來 超越了 這個離開棒球 不好意思 不過小林應該知道 超越了郭太元之後 在日本最有名的人 你們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對不對 也猜不到 侯孝賢 因為悲情城市那個電影 後來日本贊助他 拍了非常多電影 包括那個聶影娘 應該是賠錢的 在京都的高台式拍的 那個那個那個 唐的建築只剩下京都有 的 侯孝賢 所以 日本人看了侯孝賢的電影 也抓狂 不曉得為什麼台灣人之間講話 要有翻譯 他們不曉得我們台灣各式各樣的話 同時在家庭生活圈裡面 甚至商業行動裡面在進行 所以聽不到很多 我現在說的是閩南化 裡面當然出現 上海化出現 拿黑腔的 潮州化出現 客家化出現 北京化出現 日本化出現 然後還有韓國的店出現 在挖礦的地方 所以各式各樣的語言 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圈裡面 但是日本沒有 雖然有方言的差別 但是基本上大阪人講話 跟東京人講話 是絕對聽得懂的 我們是我家隔壁的客家人 我到現在還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但是相反過來 客家人知道我在講什麼 明文化 所以這個有力的關係 力量的關係 還有多數跟少數之間的關係 後來侯孝賢之後 呃... Vivian是 徐若瑄 也有一陣子在日本演藝圈是很紅 但是一定是合不來 一定是合不來 他認為大部分的錢 被經濟公司給拿走 他得到了報酬說不定太少 但是另外一邊 就像剛剛那個AKP18 剛剛歌裡面彈吉他的那樣的人 本來完全不會彈吉他的 但是慢慢的訓練 訓練到你可以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那日本的 組織型的經濟公司 在處理的事情 所以非常多的日本的演藝人員 不會像我們演藝人員自己成為公司 也不太做那件事 所以有點像半上班族 也有年輕喔 退休之後 所以類似這種個人跟組織之間的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樣 我們都可以從很多方面進行對比 然後今天最有名的 今天最有名的 在日本的台灣人 不用拆 唐鳳 不用拆 IT大臣唐鳳 在日本完全被神格化 是真的還是假的 另外一邊 但是也就是說 日本完全缺乏這一類的人 代表多元 加之另外一個年輕 三十幾歲而已吧 就已經是 就已經當了 當了大臣 當了部長 控制非常多的預算 可以聽到非常多民間的聲音 社會創新 等等的事情 特別是在我們這一次的防疫的工作裡面 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把行政的事務完全的數位化 網路化 這樣的工作 在日本你看就到今天 都不知道怎麼做 有指揮官像沒有指揮官一樣 另外一個陳時中也被稱為鐵人部長 不過如果就我的觀察而言 唐鳳的存在感遠遠比陳時中要強很多 在日本 在台灣的話也許相反 在台灣不太容易看得到唐鳳的身影 但是網路上非常火藥 在年輕人的世界裡面也是一個全新的代表 所以 這是現在日本 對台灣的理解跟看法 然後也在駕駛上面 起了非常大的逆轉性的效果 這次台灣的防疫的成功 然後對照到日本 現在還是緊急狀態 還有再延長一個月 不想批評日本 不過 兩邊的行動力 跟實際的行政效果 差距非常非常非常大 現在我也不想再告訴各位一次原因 因為不過就是原因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 有一個一個的原因 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又是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 一模一樣的事情 整體目標不明 到底什麼事情重要 什麼事情不重要 所以個別的單兵 他的戰力再強都沒有用 日本一個一個的人 比我們厲害太多了 諾貝爾獎的得主 一個一個出來講話 但是 都沒有用 整體的戰略的方向 錯了之後 一個個人在強 都沒有辦法 今天的日本 所以就亂成一團 另外一個當然是 上次的節目裡面 沒有講清楚的 就是斷序性的持續性的 戰力投入 不會一次把所有力量全部投入 台灣的話全部 先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一次做一件事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我們的報紙也一樣 我們的電視 很多的談話性節目 甚至新聞節目 也差不多 同一個時間 所有的關心大概一件事 頂多兩件 大部分是一件 所以所有的從上到下 從政府到民間 談論的焦點 大概小林在這個錄音間裡面 每天聽的都差不多吧 早上 早上 每天聽的都一樣吧 一直重複 大家的意見也差不多就是那樣 頂多正反兩邊 攻擊的那一邊 還是保護的那一邊 差不多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一次只處理一件事 有時候 以前我非常批評這件事 就是我們一次只能處理一件事 但是在這種真正的危機的時候 反而我們把最大的那個 危險跟危機擋住之後 後面的事情就簡單 但是日本的話 真的會想 真的全部檢查的話 那醫院不就報了 醫院報了的話 每天還是會有人有車禍 不好意思現在車子都不出來 就沒車禍了 所以本末倒置 怕有車禍有急症 心肌梗塞的人要送急診 或突發事件 甚至火災 然後地震也會來等等 所以不能把所有的力量放在一件事上面 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想法 所以分散 分散是為了分散風險 我們台灣人比較天真一點嗎 不知道 但是我們處理事情的方法 真的是一次做一件 一件一件處理 一件一件處理 日本在這一次有吃了大魁 我這個節目裡面 跟各位報告過 要各位去看新哥吉拉 正宗哥吉拉那個電影 真的有學生就去看了 也有我們的聽眾朋友 真的就去看了 然後來跟我說啊 寫簡訊或者是留言跟我說 甚至教室裡面的學生也這樣講 老師真的呢 真的就是這樣 日本政府就是這樣 日本的社會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跟各位報告 安倍晉三也看過那個電影 還說了笑話呢 所以電影裡面首相死了 對不對 只有副官房長官沒死 然後他指著副官房長官說 我跟官房長官都死了 只剩下你沒死 你是將來日本的希望 所以他看過的 看過也沒用 做的事情仍然差不多 跟以前的日本人一模一樣 所以說所有的事情仍然要開會 一樣找專家看開會 一樣都會有專家會議 今天還會有專家會議 為了要決定 緊急狀態要不要再延長一個月左右 又要休息 下課一下了呢 9點45分 下課時間 我們馬上再回來 陳永鳳刷日版 這裡是News98 FM98.1 98大學堂 陳永鳳說日本 今天講到棒球選手 剛好把小林拉起來 拉進來一起講 因為他是一個連康雷歌牙 英俠都知道的人 台灣的職棒元年是哪一年 1990年 1990年就野貌英雄進日本職棒的那一年 所以你就是當那時候差距有多大 但是現在差距就不大 王建民也站上了養肌的投手球 不過沒有野貌英雄的話 不只日本的後來的投手不容易去 王建民說不定也很難 說不定可以這樣說明 但是當然歷史不一定是如此 野貌英雄對自己超級有自信喔 他是一個完成品 自己認為 所以不讓人家改他的投球知識 所以他那個龍捲風式的頭髮 把自己的背號要轉 轉到讓打者看到 投出來球 而且他只會投兩種球 這個跟王建民有點像 球種非常非常少 每個人都有直球 我也有直球 只是我直球90公里 我也有直球 直球會投成變化球的 野貌英雄只有直插球跟直球兩種 厲害的地方小林已經知道吧 作為打者的話 當然都知道每個投手的球種有哪些 所以假設有直球跟變化球兩種的話 看得到投手的晚關節的是變化球 看到整個晚的是直球 這一般的打擊者的看法 的角度看過來 所以看到這看到看到關節的 管關節的可能是變化球 沒看到的看到碗的是直球 野貌英雄的直插球跟直球 全部只讓你看到這裡 只讓你看到整個碗了 所以你不知道是直球還是變化球的意思啊 變化球會掉下來 他的直球也跟我們的直球不一樣 他的直球會往上飄10公分 這是在快速的攝影集裡面 但是並不快喔 球速上並不快 怎麼說都並不快 90麥左右 140幾 頭到150幾的時候不多 非常非常奇特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打過手球 所以知道這件事 手球要把球丟進球門 跟手沒人對決的時候 手沒人最怕的是看不到出手的時間 不管是被擋到 或者是你出手的時間很奇怪 野貌英雄就是這一種 他不讓你看到球 然後你出手的時間你抓不住 所以他的140公里的球看起來 當然我沒有看過 看起來說不定150 160左右的球數 否則不會一個球技輕輕鬆鬆的三陣 三百次世界上最會打棒球的打者 各位想像這件事就好 所以譬如說 自己認為自己是完成了那一邊 而且從高中時代就是這種姿勢 沒有變過 他認為只有扭曲自己的身體 像發條一樣才可以把球速往上拉 所以就自己找到了 自己找到了 這個因為前面沒有人 後面有人學他了 前面沒有人 所以他自己開發出這樣的頭球法 他認為是完成 所以不讓進鐵隊的時候 他的簽約的條件裡面竟然有一個 不能改變我的頭球知識 也因為這樣跟教練團 鬧翻 因為成績好的時候就完全沒有問題 從第一年開始就新人王 三陣王、聖頭王、防禦力王 全部第一年全部拿光 連續十年差不多是這件事 所以另外一個意義是 他在日本直播也沒什麼事情可以做 另外一個就是稍微受傷之後 球隊、球團就認為你應該修正一下 再這樣投下去 你沒有辦法再投多久的 不願意就是不願意 所以離開日本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他仍然不是最厲害的投手 是大家都知道 譬如說最大的致命傷 什麼野貌英雄最大的致命傷是什麼 事壞球太多 事壞球太多 的意思 有控球不好 最近我看過打頭球 2019年的時候 現在還很輕鬆的投出120公里 很輕鬆投出120公里 但是變得非常胖 比小林還胖 就腫了 這跟我一樣 跟我一樣 我以前是做激烈運動的人 所以雖然體重沒有變 體重變化不太大 但是整個人會鬆掉 就是看起來變胖 但是體重變化並不大 有激烈的訓練跟沒有激烈的訓練的差別而已 所以說他的成績不算厲害的投手那一邊 真的 因為真的有非常大的破綻 就是試壞球超多 試壞球超多 所以當他投不進好球袋的時候 別人就不用做任何攻擊就可以擠垮他 特別是大聯盟有球數的限制 他在日本職棒投過一場球 191球完頭勝 100夠多 這在美國不可能發生不出去 每個選手都是資產 不能把你擁壞 可以把你炒壞去 所以現在的先換投手 合理不合理不知道 不過那又是大數據 100球上下 100球上下就會換投手 美國職棒的高度分工 林沐伊朗攻擊過這件事啊 就是真的用大數據處理棒球嗎 現在的棒球一點都不好玩 要用頭腦 要用頭腦 不可以只看數據 林沐伊朗也說過這件事 相反的 相反的 林沐伊朗是未完成的完成 林沐伊朗的成績太好 好到謝謝沒有人比他更會打安打 這個我們已經知道這件事 打擊網當勾非常多次 又能跑 又能守 守備的強度 也不曉得怎麼說明 從右外野 殺本雷跟殺三雷 像在喝水一樣 所以後來沒有人敢跑啊 偶爾被他再殺一個的時候 回去的話 學長就已經打了很多年了 你是剛來的 你是剛來的才敢跑 才敢從一雷跑到三雷啊 如果球是打到右外野的話 其他人全部聽起來 不噁噪 的意思 所以說 完成 事實上的完成 沒有人比他飛力更好 沒有人比他投球更精準 沒有人比他棒子碰到球的技術更厲害 結果上當然就是 在眼前誰會打安打來的 所以退休了 林威朗他的 他單單在美國的 打出來的安打數三千零多少隻 是到目前為止的大聯盟的排名 第23名 你想一下就好 但是他前面幾年並沒有去大聯盟 那麼大的時候 不過當然人選手 方球選手超容易受傷 所以並不是說 有去美國打沒去美國打 或者日本的 安打數可不可以加上去 這兩個各位 因為下面這個我以前講過 林威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對我來說是完全的保守主義 都已經是第一名 都已經是最會打安打的人 但是隨時在改變自己的姿勢 所以他不認 不認為自己已經完成 認為自己是未完成 但是他每年都要當打擊王 他每年都要打200隻以上的安打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他非得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不可 想像上 投手每年都會變強 投手每年都會有新投手出現 環境在變 大聯盟也在變 但是野貌英雄覺得自己 我完成了我就是這樣 我這樣就可以打遍天下 不要來改我 我只要照這樣 我也只願意這樣做 那兩邊都非常不一樣的當球觀 也是人生觀 那所以陳友鋒看的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兩邊當然個性上或是成長里程有很大的不一樣 野貌英雄不學英文 不學英文 結果他的兒子因為在美國長大 所以現在變成北海道的日本火腿隊的翻譯 也吃棒球飯了 不是打棒球但是當翻譯 他不學英文已經過了十年以上在美國的生活 有一次他投過兩次武安打比賽 在N聯盟跟A聯盟 N聯盟小林聽得懂 A聯盟小林也聽得懂 其他人也許聽不懂 不解釋N聯盟跟A聯盟全部拿到武安打比賽 武安打比賽的意義也不說明 就很厲害就對了 接受美國記者用英文的訪問嗎 一定的 不會講英文聽不懂 這已經在紅話隊的時代了 去美國已經很久了 還是不會講英文 他回答的是 我是來打棒球的 我不是來學英文的 超厲害的 所以說只專注做他要做的事情 只專注一件事 然後話非常少 跟媒體的關係也是不好的那邊 話非常少 林牧一朗話非常多 所以這兩天我收集了 非常多的他們的名言集的網路上都有 講過的厲害的話 野貌英雄很少 林牧一朗超多的 超多的 林牧一朗講過非常多話 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打安打更難的事情 他是世界上打出最多安打的人 在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你記得最多安打紀錄也是他 日本跟美國 應該都還是他吧 沒有追蹤 不過不管怎麼說 他是最會打安打的那種人 他竟然說 世界上最難的事情是打安打 但是兩個人也有共同的地方 對小朋友都非常的贊助關心 就是少年當球 然後告訴他們 必須把自己的工具道具 球棒 手套 球鞋全部好好的保養處理 他是愛東西的 他所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